美国跟北韩的骇客战争又有续集了 哇 这戏演不完 欧巴马总统才刚刚扬言 要报复北韩骇客攻击Sony电影公司 今天凌晨呢 北韩的网路竟然就瘫痪了至少四个小时 美国政府不愿意证实 一来北韩的网路到底是不是被害 二来到底是不是美国政府发动了攻击 不过Sony影业在美国舆论支持之下 已经改口了 引发争议的电影确定还是会上瘾 也就是说名嘴还是可以出任务 骇客入侵Sony影业 害得金正恩喜剧电影播不了 美国才刚点名北韩扬言报复 巧的是美国著名网路安全公司指出 23号凌晨北韩网路瘫痪 被害至少长达四小时 虽然美国国务院不愿意证实 欧巴马政府是不是出手 CNN记者还是亲自试验 证明北韩网路确实遭到瘫痪 不过专家也说明 北韩是个连电力供应都不足的国家 从夜间卫星空拍 北韩和邻近国家相比是个黑洞 因此网路规模还不算庞大 冲击量等于只是一个企业内部网路 专家甚至不排除 这是北韩预防性自行关闭 因为美国为了寻求防御北韩再次网工 寻求大陆协助 没想到却提到大铁板 你多次提到美方认定朝鲜 利用中国的设施 发动了相关的网络攻击 那么我想下任何的结论之前 必须要有充分的事实和根据 你想我们去杀了北韩的领导 对 Sony遭害事件目前越演越烈 不过名嘴出任务的命运 却在美国以及国际力挺下出现转机 Sony现在决定将播出这部电影 不过确实时间与细节都还在研究当中 记者周恩天综合报导